文竹需要施肥吗?如何养殖文竹? 春夏季节使文竹的生长旺季,以淡肥为主,每月是一次腐熟的薄叶肥,将肥料稀释后浇灌到盆土中,注意不能将肥叶撒在枝叶上,当植株定型后,要适当控制施肥,以免徒长。 文竹的温度管理,文竹喜欢温暖的环境,生长适宜的温度为15摄氏度至25摄氏度,夏天当温度高于32摄氏度时,会停止生长,冬天温度最好保持在10摄氏度以上,低于5摄氏度会受冻害。 文竹的养殖土壤,文竹喜欢输松肥沃的土壤,同时,文竹对排水性要求比较高,最好选择富含腐植制的腐植土、泥碳土等输松,且排水性好的土壤,并且要在泥土中添加有机肥,更有利于植株的生长。 总结一下,文竹需要施肥,它虽然不是洗肥植物,但也不能缺少肥料,否则容易引起枝叶发黄,在养殖文竹的过程中,要根据其长势进行追肥。 生长旺季,一般每个月要施加一次稀薄的氮肥,当文竹长到一定高度时,要减少施肥次数,以免枝叶土长。 如果您觉得有帮助,可别忘了订阅关注和点赞,谢谢。